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无视定罪 川普誓言继续战斗 拜登宣布李哈廷火协议 迷你苏打大规模枪案 二死四伤 可以跟踪完 欢迎收看5月31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轮 在川普的封口非安被正式定罪之后 这位前总统今天在川普大楼发表讲话 猛烈抨击判决结果的同时 承诺一定会继续上诉 而整个上诉过程可能会长达6到7个月 这也意味着对于拜登来说 想要击败这位老对手 就只能靠11月的大选投票 就在陪审团判定川普犯下了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的第二天 这位前总统就在川普大楼发表了演说 希望能够让民众相信他是无辜的 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明确表示 他现在的重点依然会放在11月 并且希望能够在白宫再待4年 川普还声称他的竞选团队 在判决公布后的10个小时之内 就筹集到了3480万美元 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小额捐赠者 他也承诺一定会对罪名提出上诉 根据法律流程 首先川普必须参加定于7月11日的法庭宣判 而在判决后的30天内 川普必须提交上诉通知书 然后川普的团队有6个月的时间 提交上诉书和其他相关的审判文件 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完善上诉 接着案件将会提交给一个 由5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小组 决定是否维持原判 还是推翻对川普的定罪 如果维持原判 川普可能还会继续把官司 达到纽约最高法院 整个过程甚至有可能会持续到 大选结果公布之后 由于根据美国的宪法 身负罪名并不影响一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因此即便他在上诉的过程中 也一样能照常参加大选 而他的老对手拜登 也鼓励民众在11月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在判决后写道 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唐纳德·川普下台 那就是在投票箱里击败他 目前还很难确定 有罪判决是否会影响选民们 在11月的决定 但判决前的民调显示 有67%的登记选民都表示 这次审判的结果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 唯一可能出现变化的 也就是那些中间派的选民 对于拜登和川普来说 如何拉拢这些摇摆不定的选民 是他们接下来几个月的重点目标 拜登总统今天宣布 在多方的斡旋之下 以色列已经接受妥协 向哈马斯提出了一份停火协议 该协议分为三个阶段 允许哈马斯将组织迁往卡达 双方的人职互换 以及最后结束长达八个月的战争 拜登对此信心满满 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 也正在认真讨论这一份协议的可行性 恐怖组织哈马斯于去年10月7日发动了攻击 他们冲入以色列南部 杀害了大约1200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 并且随后还绑架了250人 很多人至今都没能被释放 随后以色列就发动了战争 导致森林涂炭 加萨地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如今事情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这份提案包括了三个阶段 必须确保剩余的人之祸事 并且让哈马斯不再有能力 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而最终目标则是结束长达近八个月的中东战争 如果双方接受协议 暂时停火将会正式生效 这也意味着人道主义援助 可以在第一阶段就大幅增加 每天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萨地区 第二阶段则将包括释放所有剩余的在世人质 而以色列军队也会正式撤出加萨 第三阶段则会开始对加萨进行大规模的重建 不过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 可能会让加萨的重建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 但拜登也承认想让协议步入正轨并非易事 他说要从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 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谈判 哈马斯的代表也已经收到了这份协议内容 该组织的政治局成员巴西姆·纳伊姆 将拜登的协议描述为一份积极的进展 但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多的说明 战争能否因为这份协议而结束 目前还不得而知 54岁的华裔男子李端杰 在16年前曾经持刀强暴了自己餐厅的女员工 随后就逃之夭夭 而在本周他终于在加州圣河西附近被发现 预计他很快就会被引渡回马赛诸塞州 接受法律的制裁 十多年来有一位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就躲藏在这些山丘当中 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李端杰于2007年 在马赛诸塞州昆西市被判犯有强奸罪 受害者在他家的餐厅工作 但受害者至今仍然能够认出 2005年闯入他家 持刀强奸他的蒙面男子 在判刑之前 李端杰一度逃离了加州 昆西警察局长马克·肯尼迪说 根据线索 他们在康特拉克斯塔县下属的迪亚布洛市 找到了用假名居住的李端杰 如今 在逃亡近17年后 这名口臭强奸犯终于落网 他的邻居现在都有些后怕 劳拉·马克·斯坦说他不认识李 但他很高兴他不再是他的邻居 李端杰现在将被引渡回马赛诸塞州 预计将在那里被判刑 明尼苏大州昨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犯假装受伤 吸引了一名警察靠近查看他的伤势 结果枪手突然拔枪射击 杀死了这一名年仅36岁的警察 尽管此人也被随后赶到的警员击毙 但事件还是引发了关于警方安全性的激烈讨论 昨晚米尼阿波利斯市发生了一起 针对急救人员的致命枪击事件 许多执法人员都对此感到了震惊和愤怒 36岁的贾马尔米切尔警官在昨天傍晚死亡 他最初接到报警电话称 当地有一栋公寓内有两人遭到枪击 当他赶到现场开始与罪犯进行枪战 警方将嫌犯击倒之后 米切尔上前准备对嫌犯进行施救 但没想到狡猾的犯罪者就在等待这一时刻 其他赶来的警察开枪打死的这名罪犯 但是现场还是有另外三名平民中弹 其中一人后来死亡 另一名警官和消防员也受了些轻伤 米切尔去年才当上警察 刚刚上任三天就从着火的家中 救出了一对老年夫妇 成为了当地人们心中的英雄 明尼苏杂州州长告诉他的社区 是时候将这些情感转化为行动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枪战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嫌疑人的身份 但凶杀案的侦探目前正在确定起动机 今年迄今为止全国已经至少发生了18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而这些数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墨西哥周日大选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本周日墨西哥人将前往投票站选出他们的下一任总统 由于剩下的两位候选人都是女性 这也意味着墨西哥将势必出现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统 但无论谁能当选留给他们的难题众多 贩毒腐败枪支暴力等等都依旧困扰着这个美国的南方邻居 墨西哥人即将选出他们的第一位女总统 因为目前来说代表该国最著名政党的两位主要候选人都是女性 不过一些选民则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 性别固然是本次大选中的重要议题 但也并非是唯一的议题 墨西哥人并不会对女性担任高级政治职务而感到新奇 因为相比于性别问题 大多数人更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位候选人对国家未来的规划之上 而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选民都会关心的重点 墨西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在当前的政治周期中已经有数十名候选人遭到了暗杀 执政党的候选人克劳迪亚辛巴姆承诺将会继续执行现任总统洛佩斯的政策 后者曾经以拥抱而非子弹为口号 决定不动用军队和执法部门来积极追捕犯罪组织 但许多人都认为这项策略已经失败 反对派的候选人索奇特尔·加维斯则希望能够改变策略 提议与美国合作建立一支跨国的警察部队 以打击犯罪和洗钱活动 在洛佩斯执政的六年期间里 他的政党已经拿下了全国32个州中的21个 在国会中的席位也是远超其他任何政党 按照传统墨西哥前总统一旦卸任就会离开政坛 而洛佩斯也承诺卸任之后会回到他在墨西哥南部的牧场 安享退休生活 但由于其超高的人气 也有许多民众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 这两位总统候选人能否摆脱洛佩斯的阴影 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 目前依然有待观察 俄罗斯国防部31日表示 经过谈判 75名俄罗斯军人已经从基辅返回 相对的75名乌军战俘也已经移交给乌克兰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双方已经进行了50多次的战俘交换 俄罗斯总统方人莫斯卡利·科瓦称 交换地点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 获释的军人将由俄空军军事运输机送往莫斯科 在俄罗斯国防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和复原 俄罗斯国防部补充说 所有获释人员都将获得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乌军取得了重要成果 再有75名乌方人员返回乌克兰 网络片段显示 回归的战俘披折乌克兰国旗 由家人手持蓝色和黄色花朵迎接 据悉阿联酋曾多次为俄乌实现换夫做出努力 这次也为双方交换提供了人道调解 今年1月 俄罗斯乌克兰各自释放了200多名战俘 当时有通报指出 此次换夫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被夫人员交换 作为调解方的阿联酋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称 调解的成功反映了阿联酋与俄乌两国的坚实友好关系 阿联酋外交部重申 当局将继续致力于协助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 当局将继续致力于协助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 鼓励对话 并支持透过外交手段结束俄乌冲突 此外 乌军212名阵王把会责的遗体 也于当天从俄罗斯回到乌克兰 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声明称 遣返的遗体将运送到指定的国家机构 执法机构代表和法医专家将对受害者进行身份辨认 西班牙众议院30日投票表决 正式批准赦免2017年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发起人的相关法案 首相桑切斯对法案获批准表示欢迎 法案最快在刊线公布后正式生效 不过法案可能面对有否违宪等法律挑战 西班牙众议院再度表决通过备受争议的特色法案 在350个席委的议会中 以177票赞成 172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 一人缺席投票 法案主要有左翼执政联盟 两个加泰分离主义政党以及其他较小政党支持 而最大在野党保守派的人民党及极右政党呼声党则反对 首相桑切斯对法案获批准表示欢迎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就像在生活中一样 在政治上宽恕比怨恨更加强大 今天的西班牙比2017年更加繁荣更加团结 强调共存正促进发展 人民党党魁非或批评众议院的表决 形同以权力换取特权和免责 讽刺桑切斯以特赦来争取分离主义者 支持他的继续掌权 外界认为 相桑法案会会集数以百计分离分子 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务员和市民 更包括2017年10月寻求加泰独立失败 逃往比利时的自治政府前主席 普一格德蒙特在比利时回应 认为具有历史意义 指西班牙近45年来 首次以政治理由通过特赦 桑切斯于2018年开始掌权 致力于争取缓和加泰紧张局势 认为特赦分离主义者能发挥关键作用 外界估计 特赦法案可能会面对一系列法律挑战 质疑是否有违欠 及对其他西班牙公民是否公平等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乐伙50家基金会昨天在蒙罗维亚 举办了家人照护者书压SPA的活动 活动针对全年无休的华语家人照护者 安排了瑜伽 冥想生育疗法及书压按摩等书压活动 并提供免费养生美食及专家讲座 帮助照护者们放松身心 交流心得获得喘息的机会 乐伙50家于5月30日 周四下午1点至4点 在蒙罗维亚市第二进行会 主办了一场家人照护者书压SPA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为全年无休的 华语家人照护者 提供一个放松和充电的机会 那今天我们安排了有书压画画 有非常这个流行的声誉 就是Sound Bath 然后呢还有专家的演讲 然后准备了这个养生的点心 健康的点心饮料 然后大家齐聚一堂 最主要呢是希望这些非常辛苦的 Family Caregivers 可以给自己三小时的时间出来 来到这里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让他带着满满的开心 还有解压回去 那在今年2024年一直到明年呢 我们乐伙50家会持续办很多 对于这个家庭看护者的关怀 还有喘息的支援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辛苦 活动现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输压活动和专家讲座 参加者可以听专家带来与照顾老人等相关的资讯 了解各项资源 最新科技 并安排了心灵艺术放松体验 生育疗法及输压按摩等多项活动 帮助他们释放压力 放松身心 这一份呢叫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 是事先填写的 能够让医疗人员跟家人知道 当我们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 我们想要怎么办 比如说要不要抢救 要不要做机器卫生等等 此外活动还特别设置了照护者交流时间 让参加者之间能够分享经验 交流心得 全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代表也到场参加 讲述这样社区活动的重要性 我们想要确保你能够留在社区的社区 在你年龄上 和你为你年龄上的形象 为了让参加者能够更好地享受这个下午 活动还提供了免费的养生美食及饮品 让大家在愉快的氛围中 享受健康美食的同时 达到放松的效果 参与者也分享了他们参加后的心得 刚才我坐在那椅子上 接受这个疗愈了 就是说它让你感觉 感觉你很平静 然后心里有一种很自然放松的感觉 所以你坐在那里就很享受 不同的体验 这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 所以我觉得 今天的主题是非常非常对大家有帮助的 乐活50家 诚挚邀请所有华裔家人照护者 参加此类活动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精心策划的活动 让每一位照护者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和关爱 获得必要的放松和充电时间 位于加州洪山国家公园的雪曼江军树 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的著名景点 作为全球最高最大的树木 其健康状况也值得关注 本周一个旨在保护古树名牧的非盈利组织 将他们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他们爬上了树顶 给大树做了个全身检查 古森林协会的执行董事 安东尼·安布罗斯说 他们本月初爬上了雪曼江军树 看看这棵树是否受到了本地树皮甲虫的攻击 雪曼江军树位于红山国家公园内 每年约有200万人前来参观 安布罗斯说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确保其健康状况良好 红山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的 克里斯蒂·布里格姆说 他们也在寻找检测甲虫的方法 他说 干旱和野火使红山更容易受到这些攻击 不过 树木的生命力仍然很顽强 布里格姆说到目前位置 只有40棵红山树被砍掉 而在干旱期间 已经有数百棵树死亡 加州红山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表示 他们现在还没有计划 让古森林协会把雪曼江军树 纳入他们的古树名牧重建计划 因为这棵树的健康状况很好 但他们确实有很多项目将在未来合作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前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5月31号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美股在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小幅的开涨 最受美人储青睐的PCE评检指数 符合市场的预期 让投资人对今年降息更具信心 收盘时三大股值涨跌不一 道雄斯指数上涨了560点 收报3867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5点 收报16722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37点 最后收报5272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4月的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 按月上涨了0.3% 按年上涨了2.7% 两者均符合市场预期 期内核心的PCE物价指数 按月上涨了0.2% 预期为上涨0.3% 按年则上涨了2.8% 符合预期 个人所得按月增长了0.3% 与预期相同 个人支出按月增长了0.2% 预期为增长0.3% 分析认为 这项数据一定会让美联储放松下来 在大选前的某个时候 维持降息的计划 个股消息 戴尔科技公布 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 营收为222亿元 同比增长了6% 高于市场预期的217亿元 是2022年以来 首度实现营收成长 经营利润为9.2亿元 同比下降了14% 预计第二财季的营收为 235到245亿元 市场预期为231.7亿元 戴尔的财务长表示 考虑到投入成本增长 定价的竞争激烈等因素 预计全年的毛利率将会下滑 戴尔预计 2025财年调整之后的毛利率 将下滑近150个基点 调整之后的美股盈利为 1.55到1.75元 远低于预期的1.84元 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17.8% 收报美股139.5元 美国服装品牌GAP 今天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 第一季的净销售为34亿元 分析师预期为32.8亿元 美股的收益为0.41亿元 总体可比销售增长了3% 利润率为41.2% 分析师预期为38.5% 第一财季 欧内卫的铜电销售增长了3% 预期为增长2.5%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8.6% 收报美股28.9元 以上就是华业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5月31号的 华与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